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开的情况之后是延续一个弱势震荡 深层值创制也是多次翻率 而在板块方面我们看到旅游 餐饮 消费电子这一块 有一个强势的走高 而换电储能概念也是在延续上涨 元宇宙手游 虚拟数字这些都是表现得不错 总体来看市场起居好像还是较为审慎一些 那么题材的轮动也在加快 那首先请您来带我们关注一下 今天A股方面的一些盘面焦点 今天的这个盘面的话 仍然是一个资源类的一个品种是承压 相当多的这个资源类的煤炭 还有包括原油相关的品种的话 在周三也是有一个大跌 昨天反弹之后今天再度的回落 那么这个主要是全球的这个大宗商品 都是有一个明显的回落 有色金属也是大幅的回落 那么这个都对资源股市有一定的压力 所以这也是今天相对弱势的一个原因 当然了这个整个大盘的这个相对的一个比较温和 或者说上下两难的话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还是这个从4月27号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它是一个反弹空间比较大 然后它的一个获利 这个三月份量以达底 是一个品质品 那么大宗商品的回落 是一个触发因素 所以这个本周的产品相对是比较弱势 那么这个今天相对的弱势的话 是跟周三的这个长云线的话 是一个呼应 是一个震荡消坏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认为 这个目前这个技术面的压力是主要的 那么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这些问题都不是很大 好了 那关注完大盘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看到是越来越多市场人士和机构 都是对A股下半年的表现是保持一个乐观的 能认为三季度 A股的市场的内外部环境都是比较好 那内地经济持续一个复苏 底层的逻辑向好 让有迹象也是显示出这个外资 也是开始不断地增配中国的资产 那您怎么看待这一种观点呢 A股在下半年是否有机会在全球股市中 还是一枝独秀呢 应该说我们A股市场相对一枝独秀的这种态势的话 还是相对是比较明显的 尤其是从这个五六月份以来到现在 那么这个的话是有诸多的一个因素 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的话 就是全球的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衰退是有可能的 当然目前也仅仅是这个可能吧 也不是说确定的一个衰退 那么再加上这个国内的话 这个金融和政策方面相对这个环境的环境跟全球的情况不大一样 国内的这个整个经济层面的话 容易受到政策面的一个促进 或者说政策面会使得它的一个运行的话 跟全球的经济的话有所分离 就是说比如说全球经济回落的话 那么国内在这个强政策的这种预期下的话 它还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复苏 或者说相对可观的一个复苏 那么这种预期的话是目前市场强势的一个很多的一个理由 那么这个理由的话 也是从金融业生逻辑来看的话也是对的 我们国内的这个无论是金融市场环境 还是这个经济的运行的 以及政策面对经济的这种影响 这个都是跟这个西方欧美国家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的话也许会成为一定的外资的避风港 所以我认为这个下半年市场保持一个强势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当然想要市场延续五六月份那种 月开线明显的上涨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 目前是一个纠错性的上涨 也就是三四月份应该是跌错了 然后再它要产生牛市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难 所以强势震荡的在这一段 明白 那我们看今年以来 包括券商还有些基金公司 险资等等在内的这些众多机构 对于A股上市公司的调研热情 是有个持续高涨的情况 而在这些被调研的上市公司当中 我们看到新能源产业 在链上的一些众多上市公司呢 尤其受到这些机构的重视 被频繁地调研 所以我们看新能源板块 也是持续成为一个市场的主线 引领了市场才不断走强 所以想问一下您啊 您认为这个新能源赛道 未来还有没有进一步向上的空间呢 新能源这个赛道的话 这个目前的这个还是相对是比较得天独厚的吧 它一个方面是有市场内增长的这种带动 也就是说全球的一个能源的一个景缺 使得这个整个新能源赛道的话 都是景气度高起 那么在国内的话 又遭遇到了这个政策面的一个加持 这个虽然说我们国家对于 整个汽车行业是有一个大力度的 无论是购置税呀 还是这个补贴呀 这些都是全球会面会支持 但是呢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支持率是更大 上海目前的话是 每天买一辆 这些新能源汽车的话 是会先行有以往的补贴 那么这些的话都显示中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都在大力的推动 多个新能源的这个产业 那么新能源这个赛道的话 除了新能源汽车 还有光伏 风能 储能 这些的话都是处在高景气度 这也是受到这个全球能源相对吃紧 比如说欧洲天然气价格的飙升 导致电力价格的飙升 那么这些的话都会使得 这些新能源赛道的话 它的景气度未来预期相对是比较好 所以整个这个方向的话 我认为这个逻辑到现在没有改变 尽管能源价格的话有所回落 但是不会持续大幅的回落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能源价格的高期 以及新能源的政策的加持 这些都会使得这个赛道的话 还会保持着一个主流的一个热点 所以我认为这里面的这个资金的话 我认为还是可以继续做多 这个新能源赛道的四个方向 好的 那除了这个新能源赛道之后 我们也是关注到这个消费板块 也是在轮番上演一个上涨的行情 那从美容护理 龙宁木鱼 家用电器 再到这个汽车 餐饮 以及这个旅游消费 下游消费似乎正在成为市场的一个新共识 那随着近期汽车和家电消费政策 是见次落地 那个政策是从上半年稳增长发力 到下半年的促消费接力 政策效果正在逐步的一个兑现 那在这样的环境底下 我们应该如何来把握消费领域的一个投资的机会呢 哪些方向更值得我们投资者来到留意呢 目前消费 整个消费股的话 都是有所起稳回升的 当然这个有一些板块波动比较大 像这个旅游酒店 航空机场 这些的话它波动是比较大 那么这些的话 因为它过去的业绩太差 然后这个股价也没有怎么回落多少 所以这个如果去炒作的话是有风险的 但是有一些这个业绩优良 而且呢这个 而且呢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跌幅也相对比较大 那么这些的话 我认为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比如说是像医药类的各国 CXO这个方向 那么他们的业绩都是很好 而且目前这个整个政治环境的话 也有所改善 那么这些板块的话 这个业绩增长好 而且这个去年以来的一个跌幅比较大 那么另外 所以他们的投资价值相对是比较高的 那么另外一些像酿酒类的 这个方向的话 就是说他们也是调整的力度相对比较大 而且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增长的话 也相对是比较确定 所以这样一些消费类的一些各国 还是对 还有一些大众的一些消费股 比如说是像这个食品饮料 食品方面的 那么这些的话 我认为他们都是会受益于上海疫情之后 把整个疫情复苏 疫情之后的一个经济复苏 所带来的一个销量提升 也价值回升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部分的消费股的话 我认为它的投资逻辑还是比较扎实的 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傅先生 在这一时段 带着分析跟点评了 那接下来我们也先取节广告 休以会之后 我们继续回来跟Casper聊了